在2002年 CAPCOM公司曾針對XBOX主機開發一款機械人戰鬥遊戲 鐵技在當時還因為推出超巨大 共有超過40個按鈕的機械人控制器 讓玩家過足駕駛機器人的感應 不過畢竟XBOX在日本當時狀況不好 鐵技這超龐大控制器又價值不菲 當然銷售量也是慘兮兮的 不過今年東京電玩展 CAPCOM仍出乎意料的 宣布與日本Front Software公司合作開發新作 鐵技重裝上陣 並將對應Connect體感控制器 遊戲以2082年的未來世界為舞台 玩家可以拋開繁複的控制器 用最直覺的方式來駕駛機器人 不過鐵技一代標榜做複雜的控制器 但這次鐵技重裝上陣 卻連控制器也不用 直接用體感來玩 到底CAPCOM如何拿捏遊戲的轉變 就等2011年遊戲發售之後 就直到囉